加州新型肺炎確診人數接近104,000宗 比之前一天多了差不多2,200宗 死亡人數累計4,068人 州長紐森表示 全州接受檢測人數大幅增加 所以確診人數亦會隨時增加 紐森強調重開的步伐 完全取決於地方原政府 王光報導 紐森表示 加州從最初每日只有2,000人接受測試 到現在每日超過5,000人接受測試 全州180多萬人接受了測試 過去兩個星期 接受測試的人數增加6成 州府會繼續加速推行測試計劃 紐森自出 亞裔和拉美裔確診和死亡人數 與人口比例相稱 但非洲裔的死亡人數就遠高於人口比例 令它感到擔心 全州方面入院人數有下降趨勢 接受深切治療的人數也算平穩 令政府更有信心繼續重開的步伐 最近南灣Santa Clara院公共衛生總監 Sarah Cody公開表示 擔憂加州重開的速度太快 範圍太廣 紐森今日強調 州府為重開提供指引 地方政府有權根據實際情況 決定何時重開 柳森透露下星期會公布第三階段重開的指引 包括理髮店和健身房等 州府也正在草耳學校重開的指引 州公共衛生部門指出 正密切監察各院的疫情 而各院的疫情很不同 舉例指出 東灣Alameda院的疫情有起有伏 州公共衛生部正關注 院內療養院和東屋倫的狀況 表示會確保當地有足夠的測試 而醫院可以應付到疫情 州府又提到 位於加州東北部的拉城縣 該院只有3萬人左右 本來一直都沒有確診個案 打算重開 但最近發現有5宗確診 該院即刻停止重開的計劃 26台記者黃恩光報導 現在在美加各地 多謝收睇到三藩市灣區 KTSF26台的精彩節目 三藩市灣區的觀眾 可以透過KTSF App 或電視收看 其他地方的觀眾 可以透過SBTV App 或上網sbtv.ktsf.com收看